新北市一名国三少年在学校被同学拿弹簧刀刺杀身亡 检察官在今天上午到医院相验遗体之后 发现少年的身上有十处刀伤而且刀刀致命 案发当时是在25号中午12点多 中午用餐休息的时间 当时募集这一切的同学至少十名学生左右 有人报案有人制止 而涉案的同学也被立刻送往学务处 事后是到警局作笔录 并且依照杀人未遂来移送少年法庭 目前收容当中 而原警当时在现场查看 校方也在现场看 是发现说这名受伤的这个伤者少年 是有五处刀伤 不过呢在今天上午警察官相验遗体的时候 确认是有十处刀伤的 后续也不排除是以杀人罪来调查侦办 而根据了解呢 死者的家属也将会在今天下午放学之后 来到校园来招魂 这是每天小朋友上学的地方 没想到成了15岁少年的丧命之地 家属背痛奶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